所有的一些短信验证码 然后包括来电转移这些 就电话也收不到 发现我的钱全都被转走了 女子接到陌生人电话 不料账户60万积蓄被瞬间转走 银行给我没关系 这样一件让人惊掉下巴的事情 就发生在了李女士的身上 据她所说 自己在前几日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 对方声称自己是安全通信管理部门的 李女士名下的一张银行卡 因为账户频繁交易出现了违规操作 现在需要被立案调查 李女士以为对方是个骗子 随手就挂断了电话 没想到下一秒 她的手机就收到了一条短信 而内容更是把她的个人信息 展露无遗 李女士瞬间慌了神 随后对方也是再次打来电话 并扬言 已经派了专人与李女士联系解决此事 如果其不配合调查 那后果自负 这话一出也是让李女士闷闷的 随后一名自称调查此案的负责人 添加了李女士的微信 并将违规信息和不知真假的 法律文书发了过来 李女士看到这些以后 开始有些相信对方说的话 随后负责人说 出于对账户安全的考虑 建议李女士现在去办理一张新的卡 然后把全部的资金转入新卡里 在完成全部的调查后 确定没有任何的违规事宜 将可以解分正常使用 听到这 李女士也没有多想 转投又去银行办理了张新卡 并把自己多年存下的积蓄60万 全部转入了进去 完成了这些操作后 对方表示 目前已经开始调查审理 近几日 请李女士保持电话时刻上通 随后就安心回家 等候消息即可 事情到此 李女士也并未感觉到哪里不妥 毕竟新办理的银行卡 还在自己的手中 铁密码都是刚刚设置的 与其他卡不同 自己的积蓄暂存一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便安心的回到了家中 很难很难扛下去 我每天一闲下来的话 我就我就想到 我这个事情就特别 特别着急 女子接到了一个电话 结果60万血汗钱 离席消失 民警上当的不止你一个呀 在随后的几天里 李女士每天都会查看一下自己的账户 确实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后 慢慢放松戒备 两天之后 微信上那位工作人员告知李女士 您的嫌疑已经排除了 现在只需要在相关部门做个登记 就可以正常使用资金了 李女士迫不及待的就打开了对方给的网站 并按照步骤提示进行登记 事情到此 李女士也没有过多的去怀疑 直到隔天下午的一个意外 让他发现自己的手机竟然无法正常接收短信电话 瞬间让他开始感觉不对 急忙查询账户 却发现自己的60万积蓄 被分成十几笔全部转走了 此时他急忙去联系那位工作人员 却发现已经被对方拉黑 这一下他也明白自己上当受骗了 便来到派出所进行报案 当民警了解事情的全部经过后 也是直言李女士遇上了专业的诈骗团队 前段时间也有类似上当的人员来报案 听到不由得让李女士郁闷起来 明明自己的账户的密码没有人知道 怎么能把钱轻易的给转走了呢 随后民警解释道 因为在双方沟通和登记信息的过程中 他们利用现在手机中的人脸识别 转账的功能就能把钱全部刷走了 不得不说现在的骗子的手段是真的高明 此言一出也是让李女士十分生气 他认为银行方面 涉及靠人脸识别的转账方式 需要很大的漏洞 让这些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随后便来到银行讨要一个说法 所有的一些短信验证码 然后包括来电转移这些 就电话也收不到 发现我的钱全都被转走了 一通陌生电话 女子六十万血汗钱被凭空转走 银行查询不到无法追回 当李女士来到银行 便向工作人员进行质问转账的方式 而银行方面的回复也是相当的简单 直言网络交易有两种验证的方法 一个是短信验证码加人脸识别交易 另一个则是通过动态口令进行交易 听到这样的回复 李女士却并不认同 她认为一个诺大的银行 仅仅依靠视频就能转账 岂不是让更多的人的财产 处于不安全的状态 这还怎么让人放心存入呢 但银行方面则表示 人脸识别也可以自行决定 要不要开启 所以对于李女士资金流失这一问题 他们也无能没力 只怪李女士自己没有一个高的警惕性 不过碍于警方的借助 他们也会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 尽快的帮李女士找回自信 由于是自己有错在线 李女士也不好在银行大吵大闹 只能寄托民警同志尽快的征破案件 把自己的血汗钱如愿拿回来 对此大家认为银行的这个业务 是不是应该做出调整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